在印度阿萨姆邦 有一条叫布拉玛布特拉的河流流经此地 在河中出现了一大片陆地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河中岛 每天凌晨三点 沛阳准时起床 森林面积达到了550公顷 相当于770个标准足球场 它是沛阳过去36年来成就的一切 从1979年开始 从开始的50粒种子开始 沛阳说 五年以后我看到了一些成效 我继续给自己设定新的目标 要种一片连连一公里的森林 千屠的鸟来到这里 帮我剥洒种子 水牛和奶牛也来到这里 它们吃下种子不仅通过粪便播种 还负责施肥 36年来沛阳的辛勤付出 成就了一片茁壮成长的森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订阅上面是走的 爹爹爹爹爹爹爹了